牛仔舞四大误区 为什么你的牛仔舞跳得非常累 为什么你的牛仔舞跳得不像拉丁舞 今天我就来帮大家规避一下 牛仔舞中常见的误区 让我们的牛仔舞更加好看 1.踢腿不要直身体 牛仔踢腿的力量来源于 小腹往里往上收的力量 带动腿部踢腿 所以踢腿时身体要往前倾斜 腿部形成45度夹角 如果我们跳舞时身体比直 肚子往外顶出 就会导致核心用不上力量 跳牛仔的时候感觉比较累 2.牛仔不是跳而是粘 牛仔舞实际上是一个 粘在地板上去跳的舞蹈 想象一下你的每一步出脚和发力 都是要向地板正下方去使力 也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的脚是被粘在地板上的 这样我们移动速度才会更快 3.放低姿态 牛仔舞是拉丁舞里面 重心离地板最近的一支舞蹈 大部分动作都像是潜在水底去完成的 如果你找不到牛仔的感觉 就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姿态 4.摆档不是一直都有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牛仔舞 里面有一个摆档叫Swing Swing代表着一条腿的重心 转向另一条腿 骨盆在放松的情况下产生被动摆档 所以它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 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